说量度的角度 我们可以分析 我们如何集合主力思维去分析 这一个洗盘 对于我们的交易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路市虚紧盛 此课题内容仅用于量学云奖党品代播放 仅限于付费权学习 视频中所涉及的个股仅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推荐 禁止持盘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个人 任何个人与平台 禁止录音录像 禁止在网络上发布分享 如有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好 我们各就各位开始今天的课程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三部定律 相信三星规律 很多同学都很清楚 怎么去理解市场的一个行业 但是三部定律的话呢 理解的同学并不多 首先第一个 股数不变的定律 第二操作不错的定律 第三盈亏不等的定律 那么这三个定律对于我们交易分析来说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股数不变的定律 能够让我们知道 主力的买盘和卖盘 主力是真正的买盘还是真正的出货 如果说在这一天它的量柱我们是这么高 不管它成交额有多少 那么第二天如果说是缩量接近一倍的话 那么至少有一个很确定性的在这一天买进去的人 在这一天没走 因为所有的股票都是在持股的人手上 不会放在仓库里面 换句话说 在这一天收盘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股票都被当天所有的投资者拿着筹码 换句话说 这一天买进去的人在第二天在缩量的情况下很确定的 那么这一天是没有能出货的 因为它的交易额没有达到 这一天交易额如果说是十个亿 第二天只交易了五个亿 那么这些买盘第二天是不可能出货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高量柱就是主力参与 主力控制的一种市场行为 那么低量柱的话呢 就是属于市场交易清荡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就是从股数不变 我们可以去很清楚的分析出来 操作不错的定律呢 这该好理解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投资者来市场中 不管你是买票还是卖票 那么你都有你充分的理由 不管你是追涨还是割漏 你都会认为你是对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个操作不错的定律 最终导致了市场的118的一个规则 也就是 80%的它是错的 有80%的它的买点是错的 如果它买点对卖点也对 那么它一定赚钱 赚钱的只有少数了 这就是操作不错的定律 所以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任何一个买点 任何一个卖点 非常要谨慎的去想 这是不是买点 是不是卖点 不要轻而易举的 至少来说你要有多个理由 做出你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判断 盈亏不等 那么在盈亏不等上来说 体现的是一个阶段市场的一个平均成本的一个差异性 那么由于这个差异性就会导致市场的一个抛压和承接的一个力度不一样 我们可以来这样看一个案例 首先我们说股数不变的定律 那么我们最明显看到了这个B柱 B柱的话呢 在这一天它的量是最大的 换句话说 B柱这一天的市值 它的流动的股数是2.74个亿 那么它在这里仍然是2.74个亿 当然是在它没有出权的情况下 换句话说 B柱的成交量是哪里来的 那么一定是有人愿意卖 然后呢 也会有人去买 所以B柱的成交量一定是由左侧的套牢抛出来 而且还有获利盘的抛压 那么通过股数不变的定律 你就知道了 在这一天的筹码并不是凭空夺出来的 这个成交量仍然是原有持股的能抛出来的 那么我们再想一想 为什么有人在这里会愿意去卖呢 原来因为这里有长期的套牢盘 好不容易回本了 会干嘛 会解套 会卖票 那么再反过来一下 如果说你在这里被套 谁打这么高的价格 把你的筹码接过去 那么他这个阻力是不是散的 不会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B柱通过三不定律 股数不变的逻辑 我们分析 这一天 就是阻力在这里 进行一个筹码的交换 只是从你的手上 到了主力的手上 那么操作不错的定律呢 我们这样来看 比如说展天板这一天 一定会有人买 而任何一个架筑都有能买 第二天一支板 也会有人封顶 封板 封展定板 那么在这一天高开 也会有人去追 因为地柱这一天成交量 还有没有 是往前看它是最大的证量量 换句话说 这一天找盘一支板去封板 去追板的人 他都认为他的操作是对的 如果你说你去追板 你在下单的那一刻 你会说你的操作是错的吗 如果你说你是会错的 那么你就不会下单 所以这一个就是体现出一个操作不错的定律 那么正是由于市场是少数人赚钱 那么大多数操作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经常所说的什么 如果说我们按十次交易来说 你做十次交易里面可能有两次是对的 八次是错的 这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一种数学模型 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你很可能某一次某两次能够赚很多的利润 但是你大多数的时候赚的利润是比较少的 那么从盈亏波等来说 那么更好理解了 还用回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 他是套牢盘 他是亏钱的 那么对于A来说 这一部分人来说 在这里每天成交的他们呢 他们是赚钱的 那么在B住这一天的时候 赚钱的人和套牢盘的人 他们的青菜是不一样的 赚钱的人会很轻松 反正他赚了钱 天天可以有肉吃 那么套牢的人呢 天天只能吃青菜 好不容易解套的时候 我们说过谁会先去卖票 一定是套牢盘的人先去卖 因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吃青菜 肉都吃不起 饿得受不了了 所以呢 他会先在这里把票卖掉 但是问题来了 明明是拉上来了 结果套牢盘一多 往下一砸 那么获利盘的人也会跟着卖吧 好了 这里又有个问题了 那么这里获利盘的成本是五块四毛一 这里获利盘的成本多少 大概是在六块多 那么这个价格当时应该在七块钱左右 七块左右 比如说这里是六块五 这里是五块四 好了 那么我来问 六块五的这一个人的成本和五块四成本是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如果说这里快速出现回落的时候 谁会先卖 一定是这些人先卖 因为他怕什么 他怕亏损 他怕割漏 怕亏了 那么这一些获利空间大调五个点 调三个点无所谓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盈亏不等市场的一种在成本上来说 我们就分析哪些泡盘大 哪些泡盘小 哪些是有压力的一种参考的一个原理的一个规律 那么我们先把参布林律这样讲了 大家慢慢的去思考 那么我们在量柱的分析里面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的原则就是 第一我们一定是从左侧对比 从已发生的走势 用量和价的对比 去确认它的量柱的一个性质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从位置去定性 从左侧的建构 从它的位置高位还是低位还是横盘的走势 去识别出重要的量柱 然后对比分析 你不要说老师这是个高量柱 高量柱 四跌 别人是下跌之后 底部建仓一个方量 然后的话呢 你说它四跌 它跌不下去 主力在买票呢 你要从位置上去分析 如果你说老师 这个高量柱主力还在建仓 还在买票 别人已经涨了三十倍了 你说它在这里建仓买票 我是不信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量柱分析 一定要从位置建构去分析 我们凹的建构 刹车换杆的位置都不一样 这里的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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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里的放量 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 出现不同的架竹和量柱 我们就能够识别出主力的意图 并判断它的走势和方向 我们可以拿一个案例来做分析 量柱怎么去对比 怎么去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次个股 是在八块一毛二的高点 那么下跌大概是在五块左右 五块左右 我们看看跌了多少 百分之一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多 勉强 只说勉强 一般我们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步下跌 才是比较好的 好 那么这一步下跌之后呢 我们看到它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横盘 在百分之十的区间内横盘 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在这里空架 在这里进行一个筹码的建仓 吸筹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破过一次位 当时破位的话呢 很明显没有量 也是个假跌 那么继续小碎羊吸筹 那么这里是在春节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一只板下跌 但是仍然没有量 这些量能看啊 这一个量能比这一些建仓的量能 很明显要小 说明什么 说明从成交量来分析 它的位置和这些位置成交量的分析 你就知道了 这里和前面的区间来说 这里属于建仓 这里也属于建仓 那么而这里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 主力拿了筹码往下砸了 不割漏 不出货 不砸盘 然后呢 一只板拉起来 继续的小碎羊吸筹建仓 那么很明显的从量价位置分析 我们就知道这个主力一直在吸筹 一直在拿货 然后我们是在这一天展定板出来之后 我们就选出来跟踪的 因为这个展定板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展定板是哪一天 这个展定板是当时来说是放量最大的一天 那么这一天放的量 换句话说 主力这一天的成交量最大的 那么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 这个成本也是最高的 虽然有的说 叶老师你看它展定板突破了前面的风 都非常好 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逻辑很简单 这一天主力的成本太高 换句话说 从高量来说 这一天分歧非常大 其实高量柱它的本质是市场的分歧 是卖方比较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里分歧比较大 需要什么 需要洗盘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得很清楚 如果第二天高开不要 因为高开冲高 它也会回来 除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板和利好 它才可能会一直把它冲 所以按正常角度来说 我们要去什么 第二天高开不要 低开反而很好 低的确确 第二天没有高开 平开或者低开 然后的话呢 上空之后再回来 出现了一次洗盘 然后再次暂停吧 所以这次个股 我们从主力的思维来说 这次个股 主力非常有计划 因为我们的 我的交易体系里面 我就是按照主力的思维 给大家去讲 所以它的的确确 也就是按照我的思维在走 因为主力专家 就是这样来做的 那么今天和尚中的话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 洗盘量 那么我们先想一下 什么是洗盘 为什么要洗盘 首先我们讲一下 讲一下医治个股 主力 从高位下跌之后 开始干嘛 开始拿筹码建餐 它并不是说拿了筹码之后 就开始天天拿 天天拿 不可能因为过程中有很多人 会跟他抢筹码 如果他天天涨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跟风盘 而且他在这些地方 他建餐的时间是不够的 建餐成本 如果说天天拉 天天拉 成本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如果说他钱多一点 能想建个几个亿的仓位 那么每一天成交额 只有几百万 几千万的话 那么他得天天买 天天买 市场一看就知道 主力在狂扫货 那么一定会有点抢筹码 所以他是不会这样去建餐的 换句话说 下跌之后 他开始通过一个区间的建餐 去拿筹码 他拿的时候 有人会跟他抢 比如说这一波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一波按十分来说 那么主力可能只买了多少 可能买了六分 有人抢了四分 对不对 那么通过这个下跌之后 主力的话会把这四个人再洗出去 然后的话又重新来 主力又重新去买票 然后重新再洗 通过买筹洗盘 买筹洗盘 慢慢的最终 他把筹码锁定到自己手上之后 得到一个控盘 然后呢 开始一个拉伸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洗盘 洗盘就是主力拿了筹码以后 清洗对手盘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要洗盘 就是希望市场中的浮动筹码 或者说对手盘的筹码不要太多 自己控盘度要好 所以这就是洗盘的一个目的 我们能从这个案例上来说 左上方的价格大概在8块06 那么下跌这一波以后很明确的空间够不够 一时二时三时肯定不够 那么这一波阻力成本是很高的 成本肯定是成本比较高 那么再打了一波下来 那么这一波的话呢 其实有什么 有清洗这一些跟风盘的一些成分 然后的话呢 再次一波拉伸 再次拿筹码 然后呢继续洗 震盘继续洗 再洗盘 然后的话呢 看到没有 这些量能爆出来了 但重点洗盘的特征是什么 洗盘的特征就是没有量 换句我们说什么 洪肥 也就是说买盘多 卖盘少 买盘多 卖盘少 这是永远不变的市场规律 因为他要去买票 一定是上涨的 正常来说都是上涨的阳线 通常来说这是分式开盘 开盘以后 不管他怎么低开也好 向下一定是有单子往下砸的 如果他要向上 那么一定是涨的 换句话说上面压了很多单 他去一口吃掉的时候 一定是向上吃 所以说正常来说 主力的买盘一定是阳线去买盘 阴线有 但是不多 阴线的量是缩的 他的买盘也有 但是并不会那么多 所以真正的主力的建仓 一定是从成交量 从价值上看 一定是红肥绿瘦的 那么对比就出现了什么 这种反差 就是属于洗盘 那么特别是 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我们看见 当时这里是 一时二时三时四时五时 到这里百分之五十 跌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百分之六十 那么空间打出来了 那么主力会在相对的低位 进行大量的筹码的吸筹 然后的话呢 最终才选择一个拉伸 所以洗盘的本质就是主力 收集筹码 那么我们就会去想到 主力在什么时候会收集筹码 我们再看这两个斩停板的位置 首先我们看这一波 这一波主力在这里建仓 很明显放量 那么主力有买盘 但是跟风盘也一定会有 如果说斩停板 斩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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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你在这一天买的套牢盘了 套牢了 下跌下跌 走不了 斩停板走不走 肯定不走 还没回本了 还差十几个点 但是呢 你很高兴为什么 哎呀 这个票终于牛了 然后呢 你会满满的希望说 明天可能还斩停板 结果第二天真的斩停板了 你会想明天还斩停板 你会有这种心理的预期 但是 主力不会给你停点斩停板的 那么他往下洗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主力就是要你的筹码 我们通常说 主力洗盘 不要跟着主力对着干 主力洗盘 你就给他 主力洗完了 你再进去 这才是我们做交易的一个核心 不是说 一个凹 老师主力 我知道他会洗盘 洗盘盘再上来 那我就等他 我就跟着他洗 你为什么坐电梯呢 你明明转到20个点 往回洗盘个点 万一他旁不好 他往下砸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主动的去卖票 主动的去检查 然后呢 要敢于去低息 不敢低息的原因是什么 是你高位罪涨被套 如果你在这里十块钱卖掉 达到八块钱你去买 你怎么买你都赚钱 为什么 这个两块钱你是白赚的 这就是洗盘我们的理解 那么今天的话呢 洗盘量柱中 我们通过四个方面来讲 一 缩量的理解 缩量的实战要点 还有缩量的阻力逻辑 和正常缩量柱的一个战法 我们先理解缩量柱 从量学的缩量柱来说 它的标准特征是连续三天成交量 依次缩短 比如说 这三天 这三天是构成一个标准缩量柱的形态 那么量的特征就是连续缩量 通常来说缩量柱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一定是上涨之后的回调 通常都是 你别说老师它下跌下跌再下跌 一般这种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缩量来 很多缩量 所以一般的缩量柱我们会是什么 体现在上涨之后的回落 在这个过程中属于一种洗盘夹的一种现象 缩量柱通常表现为量价同步 是建仓调整的行为 体现市场双方不希望真正的下跌 也就是说持股的人 今天在这个价位明天跌下来了 好 缩量了 为什么缩量了 不愿意卖了呀 赔钱了呀 或者说下跌的价格不看涨啊 那肯定不卖了 我涨我才卖 那么再调一天 再下跌一天 哎又说量了 然后呢 有一些极端的话呢 会什么 天天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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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最后面 根本没有人卖 零交易当然不会出现 就是卖的人极少极少 不愿意卖的原因只有一个 这些持股的人都看好这个票 如果不看好这个票一定会卖 我们所有同学 去买一只个股的时候 如果你买了被套了 不想走 我跟你说这个票又割落 你还是不想割 你就老是这个票 我用它会很牛 也就是说 你是看好这个票 才不会去卖的 这就是缩量柱的一个本质 通常的话呢 是在缩量柱第三天 S3就是缩量三天的意思 一般呢 是缩量三天之后 就会有一个反弹 这是属于正常的缩量柱 那么特别我们一般会发现什么 在建仓洗盘的启动期 回调不破机柱的 举个例子 一个大阳线 然后呢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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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种调整的话呢 如果说21也不破 或者不破底 数量很明显的 那么再出一个阳线出来 那么它不就是一个完牌柱吗 就是完牌柱后三天调整 数量 然后呢 出现一个阳线 那么就是缓进行的阳盖音了 那么市场三天规律的话呢 是卖在买先 因为没有人卖 所以的话呢 量能会缩下来 那么价在量先 是因为没有高的股价 所以呢 缩下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后面会有更好的上涨机会 装在赏先 缩量的核心 就是阻力不参与 或者说阻力很少参与 更一步表明是阻力洗盘 不出货的一种现象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阻力打压市场 散户的一种行为 我们可以看这个案例 那么在一个高位下跌之后 我们很明显发现 很明显发现 这是底部开始增量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高这个量在哪一天 在这一天 这一天开盘之后 就直接往上冲 收了一个阳线 而且量呢 非常明确的是多少 是在24块9毛市 下跌到了大概在11块的时候 出现的放量 那么这个量呢 一定不是阻力出货 跌了两三倍阻力出货 不可能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阻力买货 好了 那么这一天就是属于什么 阻力买盘之后 后三天的调整 这三天的调整是非常好的一个说量 严格上来说 从第一天开始算 一天 两天 三天 它调整的比三天标准还要好 它调整了四天 那么四天缩量之后 我们会发现 一个阳盛 然后呢 有一个小反弹出现了 那么这就是属于 阻力买盘之后 缩量假跌的一种洗盘 体现出的阻力在这里的一个空盘度 特别是基柱不破21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一种洗盘 从建构上来说 又是相对的低位 那么我们再看B柱 B柱的话呢 又是连续缩量 可以说这个缩量 更好了 12345 接近六天的缩量 比标准的三天缩量更极致 那么B柱的缩量的位置 又是出现在奥底的WR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出现缩量柱 一个阳盛 又开始出现一波拉伸 所以我们会发现 A B两处的缩量柱 都是非常好洗盘假跌的一种 那么我们再看C C这个缩量柱的话呢 是凹底起展之后 回马腔的洗盘 那么回马腔经常也会有缩量柱的形成 也是三天调整 不破缺口 也是非常好 非常强势的一种洗盘 那么同样的地柱 地柱这里也出现了缩量柱 换句话说 从这里开始到这里 一组缩量柱是上涨的 这一组缩量柱是上涨的 这一组缩量柱也是上涨的 那么我们看这组缩量柱 这一组缩量柱也是上涨的 那么缩量柱的形成 我们就知道了 是属于洗盘 那么我们再看E柱 E柱也有缩量柱 连续缩量五天 为什么它不涨呢 那么我们要从位置定性去分析 因为什么 因为E柱的位置不好 离高点太近 套牢盘太近 那么这种缩量柱是没有空间的 所以这种缩量柱我们是不做的 那么当时来说 这一个缩量柱为什么好 因为它的下地空间柱 打到了前期回马枪的附近 回调到位 这个位指的就是空间到位 回调空间到位 接近相对的低点 所以低位的缩量柱 才是最安全的 这种不上不下的缩量柱 是不好的 那么缩量柱的实际要点 缩量后 有底的极因次阳 是介入机会 连续阴阳不齐 通常有调整 一般来说 在高量柱 倍量柱 做基柱的王牌柱 加上量缩的话 一般会有一个洗盘的 比如说 我们一个高量柱 一个倍量柱 调整缩量三天的话 如果它的量能配合 是缩量非常好的话 一个不破二一 一个不破底的话 那么这种柱子 后面反弹是大概的事情 那么我们对王牌柱的要求 就是一个高量柱 加一组缩量柱 形成如果价格是价平的 或者价升的 就形成什么 价升量缩的一个王牌柱 那么这有口诀 叫做连续缩量 价格要上扬 倍量伸缩后是标升 缩量加低量 倍量就暂停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如果缩量柱 三天之后不涨 再极致缩量的话 只要一个倍量 很容易暂停吧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来说 我们找缩量柱 一定不会去找一些 下跌空间比较小的 你像这个位置 当时来说是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么这种地方的缩量柱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有是不是有啊 但这种位置好不好 不好 还没有明显的建仓 也看不清楚 至少来说 我们发现 下跌正当有一个横盘 下跌有一个小横盘 再下跌 开始出现什么 开始出现了 位置空间到了 一时二时 来数一下 一时二时 三时 四时 五时 五时 也就是说 它的下跌空间到了 那么这里的数量柱 我们才有参与的机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组数量柱最好 我们从底下来看 我们来找数量柱 这里呢 这里有数量柱 看啊 这里有一组数量柱 我们从架柱来看一下 这个数量柱好不好 这个数量柱好不好 肯定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没有一个大阳线做机柱 好 我们再来看 找数量柱 这里有个数量柱 对吧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量柱好不好 这里有一个大阳线做机柱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量柱为什么不长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这里下跌空间只有30%左右 空间太小了 不符合就是不符合 我们老同学里面都很清楚的知道 真正下跌主力重新吸收建仓 要求在50%左右 如果你说只有30% 那么肯定是不够的 它的筹码收集也不够 那么对于底部来说 这里的数量柱好不好 说实在话 这些位置都不是买点 真正买点在哪里 真正的买点一定是有主力接触以后 我这里可以等 我不做 我不会因为它这里涨了 然后你就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不是 当然这是我们后面会讲另外的一个买点 真正的说来买点在哪里 在这 首先我们要确定主力的买盘建仓 这一些的量非常好 黄金属也有 对不对 那么之后出现的大洋 在你把二一不破 然后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里的连续缩量 非常极致 非常到位 那么这种缩量柱 才是我们需要去看的缩量柱 而不是说你从单纯的形态上 老师这是缩量柱 我这边买 为什么不涨 你要综合的去判断 一只个股 主力的建仓 主力的洗盘 主力近期筹码的收集程度去观察 所以的话呢 真正这个案例的黄金属的位置 回调之后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种数量柱的话才是非常好的 那么数量柱的主力逻辑分三个 第一从位置上 我们一定要定性 你要区别它是底部的 图中的还是高位的 那么架柱特征的话 一般来说 是小原线居多 小阴线居多 架柱非常小 逻辑很清楚 低位的就是洗盘 高位的 自然指的日盘 所以市场的自然行为 因为高位 有很多的一些筹码都在持股人手上 或者主力手上 如果说高位缩量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吸收的一种表现 那么我们看呢 属于市场的一种自然行为 那么我们看A柱 A柱的话呢 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呢 有做一种缩量柱 那么这个缩量柱 从位置上来看 它是底部的吗 它不是底部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底部的 高位的不要 高位的不要 好 那么下跌 一时 二时 三时 四时 五时 空间够不够 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那么符合标准之后 出现了 展平板 二分之一不破的缩量柱 而且这个缩量柱非常好 手缩就是缩背 连续四天 所以这种缩量柱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短线的反弹 因为为什么是反弹 因为主力建仓时间根本就不够 除非它是一个腰骨 特殊暴脑的题材才可能会涨 否则一定是先按反弹座 什么可以这样按波段中线座 一定是主力很确定的建仓之后 那么我们再看C柱了 C柱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缩量柱的第三天 连续一只板下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同盘过程中 量堆倍量 高量 高量 非常明确 而且的话呢 在控价非常好 在一个区间 三十以内 那么这里的下跌 它的量呢 很明确 你随便找一个量堆比 那么这个量都是小的 所以这里都是属于洗盘 我们找的缩量柱 就是找主力真正的洗盘 假跌的一种 所以呢 C柱这个位置出现了缩量柱 在C柱的第二天 一个缩量阳暂停板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短线反弹的一个买点 那么这些暂停板能不能买到 另一回事 至少来说 你能够提前去跟踪去预判 这个位置有直跌的可能性 那么这里反弹的话呢 一二三四个板到压力位 这个平台位很大 所以呢 在回落很正常 那么D柱 D柱连续数量四天 第二天也是暂停板 但是我们还想一下 C柱和D柱有什么区别 C柱好不好 C柱肯定好 为什么 因为它的空间够大 到前谷底 都有一时二时三时的空间 那么D柱的话呢 在这里只有一时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这一天是个阳线 这里套了轮 所以呢 这里空间非常小 如果按C和D来选的话 那么一定是选C 所以我们来以后 不要说碰到数量阻碍 为什么我买了之后 它不涨 因为有压力位 那么我们在实战过程中 的交易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看 第一 我们选择数量柱 选择是转式的拐点 洗盘的拐点 转式的拐点是下跌之后 有过一次 或者两次的 确论 那么这种位置 出现了数量柱 我们要特别的观察 我们一般来说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我们喜欢第二次 那么第二次才可能会出现 一个转式的拐点 那么再回调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 属于洗盘 因为主力在这里 拿了筹码 凹着本质 主力与非主力的筹码交换 那么这里的回落 就是属于洗盘 因为主力拿了货 没有出货 只要主力建了他拿了货 没有出货 的回调都属于洗盘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抓住第二个 洗盘的拐点 从位置上去判断 那么特征的话呢 洗盘一定是小阴小阳线 你不要跟我来说大阴线 那么就风险比较大 如果在高位的 就一定不是洗盘了 就可能出货了 如果在低位的 可能还好 低位的大阴线不怕 但是高位大阴线一定不行 从量子上来说 缩量柱它的量呢 是一定很低的 连续三个低量 一定要很明确的 它是阶段的缩量 过程中的话呢 可阴可阳 临界点一般呢 是洗盘到平衡的支撑点 有支撑 我们刚刚所画的 标准的一种图形 就是凹底的一种缩量柱 回马枪踩凹尖锋的缩量柱 或者踩一个王牌黄金柱 某条黄金线 黄金顶的一个缩量柱 那么确论的话呢 是由于缩量柱 连续缩量三天之后 第四天的缩量 那么才是一个买点 不是因为它缩量三天 在第三天你就去买 不是 那么后面还可以说 还可以说 说个七八天都有 所以我们得什么 阳圣经因圣出 阳圣经等确论的时候 出阳圣经去买 那么出圣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是洗盘结束 我们希望是有放量的大阳线 来确论洗盘结束是最好的 那么防守的话呢 就是我们从拐点来说 这个阳线买了 OK买了 就锁它的底 不要破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案例来分析 举个例子 像经微股份 这是个股 那么从A座来说 这里连续回调几天 连续数量四天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量能的位置 它是高位出货吗 不是 它是在主力建仓的一个 相对的低位 相对的低位 区间内出现的一次数量柱 那么我们前面判断一下 这里很明确的买盘 那么这里又有很明确的买盘 对不对 那么这个洗盘 说得非常好 可以看 这个数量柱 当时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的 至少来说比这里好 这个数量柱 全是大阴线 看到没有 大阴线 我们说什么 要架住实体小 所以你不能跟我说 老师 为什么这一个数量柱不好 因为它不符合 因为它的实体太大了 那么这里很明确是小的 所以这个数量柱 才是我们要优选的 那么这个数量柱 第二天我们说什么 要阳胜 要出胜的力度强 那么这个柱子第二天 是一个假音 力度OK不OK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可以小仓位介入 或者说你等一天 等大阳线 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盘中的一个买点 那么放大来看 就是这样子的 连续缩量 可以说数量四天 比三天更好 小阴线小阳线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零号高开 其实这一天零号高开 其实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说过的什么 我们还会有一刻讲价柱的 价柱的假音增扬 在特殊的位置也是很好的 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我们看A柱 A柱的位置 我们是希望出现什么 刚刚说过的 第一次 那么这里有数量柱 对不对 这里也是大约线 能买吗 其实不能买 我们一般来说 下定第一次不要经意去做 等什么 等第二次 第二次说量 说三一 说倍量 说得非常好 那么真正好的说量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它说三分之一 或者是能够说倍量 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 三不定律里面 这一天进去的轮的筹码 这一天成交的大单 比如说十个亿的 那么在后面只成交了六个亿 八个亿 或者五个亿 那么这些位置的筹码是肯定没走的 那么这种下跌就是一种假跌 所以呢 在这里的 第二次的数量柱 我们又看到A又有结合后面的平量柱 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刚刚还说了什么 类似于回马枪的位置 又出现了一种数量柱 那么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这就是我们用数量柱去看的 一个是转式的拐点 一个是起盘的拐点 那么这个A柱的话呢 是属于转式 这里的话呢 是属于洗盘 不管哪种拐点 那么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特征 特征 至此来说 这几天的数量柱 都不是大阴性和大阴性的 好 同样的我们来看 这里连续下跌之后 出现的一个数量柱 位置上来说很明确的 下跌 1时 2时 3时 4时 5时 6时 7时 之后 这是第一次 下来 这是第二次 那么是什么 它还是属于有底的 有底 起盘到位 有平衡支撑点的数量柱 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么这些都属于标准的数量柱 那么刚刚我们看 再看另一个案例也是一样的 你看 A柱这个数量柱好不好 第二次也是个阳线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这个柱的确认力度好不好 不好 开盘之后还往下打 说明阻力就很弱 那么这一组数量柱就不好 那么我们再看B柱 B柱 OBOK B柱 三天 实体比较小 小架柱 小阴线 那么在这一天 虽然它是个假阳 假阳也是阳 假阳也是阳 我们说文子漏 它也是漏 我们在教学中 阴架柱也能做元帅柱 我们叫做阴元帅 我们后面课程会安排 当然是这一期或者下一期 我们会去讲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 所谓柱之后 在这一天 当天来说 其实就是从假阳上来说 其实是属于一个确认 如果你不敢确认的话呢 那么等第二天再确认就OK了 那么连续这三天又组成了什么 这三天又组成了什么 洗盘的 和刚才那个案例非常像 其实是它两个案例来的 非常像 一个是拐点的所谓柱 一个是洗盘的所谓柱 那么我们再用 所谓柱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选到一些 大牛股的一些操作思路 我们同样的 这是一个德行教育 以前走过的一只牛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的所谓柱 对吧 我们不参与 上去之后 第二次所谓柱 A柱这里 不破底 对吧 然后呢 这一天力量还不错 那么这个数量柱是非常好的买点 买了以后就守下面的开盘架就OK了 运气好的话呢 能够拿到这一波 两波 好 那么这马后报数我们不去讲 我们再来看后面 如果说你这里没做到 那后面能不能做呢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波的回落 B柱 B柱的回落 看一下 连续调几天 1 2 3 4 5 6 连续调6天 我们一般来说 在基因里面 三连因基因是标准的 4连因 5连因应该算是比较强的 如果去到6连因和7连因的话 就接近极致了 那么这里是1天2天3天4天5天6天 6连因的基因出现了缩量柱 一旦有次扬都会上展 都会上展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出现了一组缩量柱 缩量柱可硬可扬 重点形态是缩量三天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价平量缩 价平量缩 说明什么 说明缩量的时候 价格没有跌下来 没有人去砸盘 也更一步说明什么 更进一步说明 说明阻力控盘好 那么这种缩量柱的话 也是我们要观察的 洗盘的缩量柱 那么这种 洗盘的缩量柱 就是我们等待 第二次机会的一个开始 那么大家记住 缩量柱的运用 一定是通过位置先去判断 它是转式拐点还是洗盘拐点 你确认到拐点性质之后 然后呢 再去看它的特征 通常来说实体比较小 你看这些 都是实体不大的 展厘板那么大的话 那么它们其实相对而言是不大的 阶段的低量 阶段的量能处比较小 那么这个也是你看 这个缩量柱 这个最小的量能阶段的低量 可硬可扬 临界点呢 一般是洗盘到位 有平方支撑 像这个位置 肯定有精准回踩 肯定 这里肯定会有精准回踩 那么出生力度 我们要什么 要强 展厘板更好 大阶线也OK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大阶线 对吧 无后底 那么买入以后呢 防守就是用拐点阶线的开盘架 不可以破 如果破了 那么这个拐点就无效了 必须先离产 再说 那么同样的 这一个展厘板不能跌破了 你说买一天 然后能跌破了 不好意思 先出来 说明这个洗盘有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 异动 恐慌的洗盘战术 为什么叫做异动 恐慌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老师都说了 缩量柱是洗盘 对不对 结果呢 洗了三天 或者洗了四天 他就是不出阳线 反而出一个大阴线 我们来画一个图 缩量洗盘 缩量洗盘 对吧 这缩量就洗盘 那么价格上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这个价注 然后呢 横盘 横盘 或者说再混一天也行 记住 没关系 再混一天也行 没关系 然后你认为它是洗盘 对吧 然后呢 你认为它是会出一个黄金柱上的阳盖阴 然后呢 干嘛 然后上涨 但实际情况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 它不按一个走 突然来一个什么 突然来一个阴线 然后呢 放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被动的 那么按照缩量柱洗盘来说 老师 这缩量柱要阳线确论了才能涨啊 但是你看黄金柱也能涨 但是你拿着阴线 是不是先出来 原则上先出来 没有错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到的一只柱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还没有买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建构形态的时候 你应该会很高兴 你看到这个成交量的时候 应该会很高兴 为什么 洗盘洗盘洗盘 没有人卖了 好了 这一天阻力坏 干嘛 砸盘 把这些原有的孔框盘全洗出来了 洗完之后呢 然后呢 再来一个拉伸 那么位置一样的 通常也是在转式的拐点 洗盘的拐点 从特征来说 是标准缩量三天 标准缩量三天之后 再放一个阴量 偶尔有时候阳量也可以 大部分是阴量 那么本质是洗出什么 孔框盘 洗出一些不坚定的筹码 那么确认的话呢 也是要洗孔框盘放量那一天 第二天阳盛才可以揭露 那么防守呢 也是用缺了那一天的底来确认 我们来看案例 看图形吧 那么这是一只个股下跌 洗盘洗盘 对吧 洗着洗着 然后呢 再往下击杀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刚才画的这种玩牌柱也有 也有 但是 这种位置的话呢 持股的先等 如果持臂的 那么就等什么 等反包反转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甲破位 那么大概的 大致上我们看到的实际的情况呢 是什么 是下跌下跌下跌到底位的时候 突然还放量 明明是洗了好好的 洗不出量了 突然放了个量 那么这些量呢 就属于我们说的 孔框量 然后呢 一个缩量阳盛 打过去之后呢 就起来了 这就属于洗孔框盘的一种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们前面很清楚 是确定性的下跌 对吧 1时 20 30 40 50 60 到这里已经60%了 到这里已经70%了 也就是它在560左右的话呢 在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 渐差 很明显的量能 对吧 那么重点我们看哪里 看A柱 A柱是缩量几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连续缩量调整5天 是不是洗盘到位了 我们把后面盖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看到 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会不会认为 老师这个洗盘非常好 对不对 缩量柱 缩量5天了 而且的话呢 这个展明板破了没有 看一下 展停板的二分之一位 破了没有 没有破 这个大阴线精准 没错吧 好了 准备想买 是不是 好的 结果呢 结果第二天 来了一个放量阴线 那么这个放量阴线 其实就是我们说什么 属于洗孔宽胖的一种 洗完之后的话呢 只要有阳线的确论 那么就会有一次反弹 当然 这只个股的话呢 由于它的压移位比较近 所以呢 它反空间不大 但自此来说 你要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这里连续 缩量五天之后 放量阴线之后 能够反弹 就是因为洗出了孔宽胖 好 同样我们看这个案例 也是下跌多少 看一下 这个一时 看一下 一时 二时 三时 四时 五时 对吧 非常标准 五时以上 主力开始拿筹码了 拿了 OK 然后洗盘 洗盘 那么这个很好玩的是什么 从这里开始数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数了 缩量柱呢 我们不看价 我们看量 换句话说 缩量柱 我们是看下面的 不看深 先不看上面 先不看上面 我们盖住 从量柱来说 我们来看观察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连续七天的缩量 已经是非常棒了 连续七天的缩量非常棒 对不对 那么你会想到 老师 一个扬声我就买 如果你抄个底的话 不好意思 注意看 如果你抄底的话 那哪一天 在这儿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如果你抄底的话 如果你抄底 第二天 打个地形板给你 就懵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经常要有一个 洗嘛 要有一个稳定的一种心态 就是会等 机会一定是等出来的 然后就抄底 那么在A柱出现一个破位的 前面都破位了 破位的大阴线的时候 释放量了 释放量了吧 那么 反而要去想 这个量大不大 往前一比 不大 对不对 其实不大 只是增了一点点量 但是这个量的话呢 反而是最好的量 为什么 它是洗出了这一些孔宽盘 因为 注意看这 这条线 一个低点 两个低点 是不是很多人会画一条精准线 精准回踩 然后把精准线破位的时候 是不是吓死了 我们来看 我把后面盖住啊 想法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把后面盖住 你敢说第二天就会反弹上去吗 不敢 但我们看见这种以后 以后要大 什么 睁大你的眼睛 第一 主力的建仓的位置 是符合的 而且的话呢 它的下跌是明显是缩量的 而且这个破位居然都没有量 它就是一个假跌 直接后面赶出阳线 过三一或者过二一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第二天 缩量 缩三一 接近缩倍 出一个小阳线 你不敢买 没问题 再等一天 这一天 过二一 绝对是好的买点 所以的话呢 那就是缩量柱 加一个最后的一动量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买点了 那么同样的看这个案例 这个下跌过程中 从位置上来说 它也是打到前低附近 对吧 那么这个量呢 也是一动的 是不是 的确是 第二天是不是阳盛买了 是的 能不能买 只能小买 或者不能买 能买的原因 是它符合缩量柱 不能买 或者小买的原因是吗 是因为它离这里的空间太小了 这里太密集了 买可以小买 如果你买了 这一个止损位 千万不能破 如果破了 说明A就不是假跌 不是真 不是真正的假跌 后面还会延续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如果说做错的情况下 该怎么去控制好风险的问题 好 我们再看 下跌之后 明显的 见仓吸筹 对吧 下跌 再破位的时候 这里形成了一组 异动 这一天A柱 就是属于孔框量 孔框量一般是大阴线 加放量的阴 那么这个量的话呢 大而不大 大是比昨天大 不大呢 是比前阶段要小 连续的12345678 连续8天的缩量 然后呢 出现一个异动孔框量 然后 洗糖 基本OK 再有一步反弹 环境网络 这次案例也是一样 很明显的一波 睡牙推升 连续缩量 12345 大概5天左右 出现了一个 大阴 这个量呢 如果你从上面去判断 你是不好判断的 但是你通过 成交量去分析的时候 你的理解又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你一定有思路了 我们上面把 试着把上面盖住 上面什么都不看 我们就看成交量 如果以后看见这样的成交量 你就懂得怎么去判断了 连续缩量之后 出现泛量的阴线 再出现阳线的时候 它就是那一点 毫无疑问 就是那一点 大家可以慢慢练 慢慢去试 这次个股很明确的下跌到位 一波反弹之后 震荡再回落到前低附近 这个地点呢 有横子非常好的量柱 暂停板被量作为支撑 那么这里连续的回落 连续的回落 123456 1234567 第八天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什么 出现的一个 移动量 那么第二天出现量加双胜 就是一个很可能买点 然后呢 就有一波拉伸 来我们看一只 很牛的一只个股 叫做东方通信 相信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5G的一个龙头 那么这只个股的话呢 当时我们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学院应该是第二期 还是第一期 第三期吧 我忘了啊 第三四期左右 我们当时确确实实 当时跟踪了这只个股 我也做了这个 同学都知道 当时我们正好讲这个案例 那么它的话呢 非常明确的 它在这个20%之间建仓 很明确 从成交量可以判得出来 很好的建仓 而且这只破位 看见没有 没有量 然后呢 又有一次补充筹码 然后呢 这一波下跌 注意看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连续四天下跌之后 突然来了一个放量的音 放量大而不大的量 然后出现一个反暴 暂停板 当时我们就跟踪到了 这就是用我们的一种恐慌战术去做的 这个逻辑 这个思维 只有我这里用 那么大家 只有你真正的理解市场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么去做 我们同样看近期的一个案例 永庆环保 同样的很明确的 它在这个区间 一时 二时 大概在这个区间 进行的一个吸筹 都在这个区间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区间只有建仓 没有出货 主力成本 大概在这一线 重点看哪点 看这 这里的缩量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连续五天缩量之后 出现了一个放量 那么这个放量的话 因为这一天是出上影线 这一天的话 可以说 它的阳的力度不大 大而不大 不管怎么样 这一天的话 是放量的 你说连续缩量之后 放量 这一天可以买 如果你这天不敢买 再缺论的时候 论堂可以买 所以呢 异动放量的时候呢 大多数是阴线 多数是阴量的 异动 少数是阳量的 如果是阳量 一定是要求什么 上面有分歧的成交 第二天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我们再看这个中通国脉 也是近期的一个很好的票 同样的 和明确的 前期的一个横盘 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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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有一波非常好的 倍量费量 倍量又有达燃线 对吧 很多量量 那么这些量的话呢 是因为后面放量了 把它压缩了 其实当时来说 这些量都不错的 那么我们来看 一二三 连续调整三天 连续调整三天 横盘 在第四天的时候 跳空下跌 微增量 这个A柱是放量了的 放了一点点 微增量之后 零号高开 一个展示板 航报 其实就告诉你了 这就是 异动洗盘的 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如果有跟踪的 那么绝对是一个 很好的买点 最后我们给大家讲 四个字 不拒不贪 为什么是不拒呢 因为我们 每次说说的洗盘 哎呀 回调回调 回调害怕了 那么今天 看到数量柱 回调 一动的时候 你应该更加开心了 但是你也不能去抄底 你不能说 老师一动放量这一天 我就去抄底 不行 必须要第二天的去了 不要贪 不拒 就是不害怕 是因为我们以前 没有交易体系 没有思维 而做出的一些 错误的操作 错误一次 三减心 错误两次 很害怕 错误三次四次之后 你就会很恐惧 就会不知所措 正是因为 你没有体系 所以现在来学习之后 有了思维 有了方法 那么大家用主力的思维 去判断市场的时候 就不应该再害怕了 既然你跟我学习 就要相信我的方法 如果你再按你的感觉来 我感觉不跌了 我感觉它还要跌 那么你永远学不好 不贪 当时有人会说 贪谁不会贪 我们来解一个字 贪是什么字 贪是一个今天的金 加一个宝贝的贝 也就说你只看见今天的宝贝 你只看见短暂眼下的利益 而忽略了大的方向 就我们很多时候说 一个同学来打开一个截的图 里面就十几二十个架住 一个很小的走势 老师这个票怎么分析 你应该什么 应该分析什么 怎么下跌的 怎么建仓的 怎么洗盘突破 假释盘的 你如果直接这一点给我去看 你就是什么 就是格局太小 就和这个贪质的理解是一样 你的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我们不贪的原因 就是把格局放大 也不要去抄底 如果真正一只个股要上涨 如果它涨一天就结束了 你就不要去做 我们真正要做的个股 是它不停的涨 或者说有一个波段上涨的 所以我们早一天买 晚一天买 没有关系 今天的课程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课再见